65 歲到74 歲的老年人族群裡面 雖然染病率跟孩童青少年差不多 可是一生起病來就有 40 倍的住院治療比例 致死率更是高達 1300 倍 大家好 歡迎來到數感實驗室 我是一薇 一期的警戒從二級到雙北三級 直到全國三級警戒 新冠病毒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日常 影響到許多人的生活、健康甚至是生命 自台灣的五月份疫情爆發 截至到五月底總計有超過 100 多人的死亡 我們統計這死亡年齡層能可以整理出這樣的分布圖 你可以看見多數都是老年人 這些在疫情中不幸過世的人們 他們的平均年齡高達 72.6 歲 中文數則來到了 75 歲 有超過 89 歲 60 多歲以上的長輩 你可能會覺得說是不是因為生病都是老人家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五月疫情中 60 歲以上的確診者其實不到 4 成 換句話說不到 4 成的確診長者 卻佔了近 9 成的死亡比例 而這個其實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 我們從白跑旅人 兒科楊維杰醫師的粉絲頁上看到了一則很重要的資訊 這些由美國疾管局所整理的 是在說迄今全美不同年齡層的 染病、重症跟死亡率的比較 先說結論 隨著年齡增長至他生病 嚴重到得住院治療跟死亡的比例 都成指數的成長 我們實際來看看數字 以 5 到 17 歲的孩童青少年為基準 30 到 39 歲的族群們染病後 住院治療的比例是 孩童青少年的 10 倍 致死率則高達 45 倍 40 到 49 次的叔叔阿姨們 住院率跟死亡率分別增加到 15 倍跟 130 倍 50 歲到 64 歲的族群 住院率與死亡率更是來到了 25 倍跟 440 倍 以死亡率來說 30 歲和 60 歲的病患就相差了將近 10 倍左右 再來到 65 歲到 74 歲的老年人族群裡面 雖然染病率跟孩童青少年差不多 可是一升起病來就有 40 倍的住院治療比例 致死率更是高達 1300 倍 越高年長輩風險越高 而實際上在美國因為 COVID-19 而死亡的民眾中 有 80% 是 65 歲以上的長輩 有 95% 是 50 歲以上的民眾 意大利的統計資料也反映出類似的狀況 40 到 49 歲的族群死亡率約是 0.2% 60 到 69 歲來到 2.7% 70 到 79 歲死亡率瞬間提升到將近 1 成 如果是 80 歲以上的長輩染病 則有將近 2 成的死亡高風險 這些數據告訴我們 長輩絕對是疫情中最需要去優先保護的一個族群 但不是說看到這裡就要立刻跳行車 回老家陪伴一夜奶奶 這樣子反而會增加了移動跟群聚的風險 像是在紐約他們的防疫經驗告訴他們說 在防堵疫情的各種手段裡面 最有效的其實是那些非醫療的措施 比方說儘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去公共場合的時候就要避免那些人潮擁擠的室內空間 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這段期間有些雙性家庭既要照顧在家學習的孩子 又要自己遠端Work from home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有些父母可能就因此選擇說 把孩子帶回去請阿公阿嬤幫忙 那阿公阿嬤一定其實都非常樂意的 只是如果你剛好是這樣的父母還正在猶豫的話 我們會建議還是先緩一緩比較好 因為去年全球大庭課的時候 就是有許多父母在國外採取這樣的做法 最終造成了一些不幸的案例 我們也希望這樣的狀況不要在台灣發生 也希望大家在疫情中都能夠守護好自己跟最重要的親友 而為了減少移動跟避免群聚 我們可以多打電話 或者是用一些視訊軟體來關心長輩的身體狀況 提醒他們該注意哪些防範措施 該勤洗手、戴口罩 沒有事的話就盡量不要出門 如果需要什麼東西才買呢 可以協助他們用外送的方法 叫火訂到他們家裡 雖然不能夠見面 可是愛跟關懷是不會因此打折扣的 以上是今天的數感防疫專題 如果想看到我們用數學分析疫情時事 請記得訂閱數感實驗室頻道 並讓這支影片分享給所有關心疫情的朋友吧 那我們數感實驗室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